李晴 李晴 我北枪今天晚上 向你谈判一切 还要疼 你就是个畜生 别碰了风声啊 别碰了 就在那边 是吧 我也听见了 怎么回事 哪儿来的枪声 好像是教师宿舍那边的声音 对对对对对 就在那边 走吧赶紧看看去 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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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麦先生 麦先生 你吃点吧 这菜都热两次了 再凉了人医生都不给热了 行了 麦先生受伤了 枪上 疼 麦先生 您还疼吗 刚刚医生都说了 您这个子弹要是再打偏一点 这胳膊就废了 你说这枪怎么会走火呢 您也太不小心了 吓死我了 麦先生 你都不知道 昨晚上呀 从学校到医院 这春晓一直哭 你看这眼睛都哭肿了 好了 我这不是担心他吗 我们也担心呀 也没像你似的哭成那样 你哭得呀 就好像再也见不着麦先生 你说什么呢 麦先生这不是好好的吗 好了 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 只要您没事 就好了 那个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再放下吧 穆回家 我来 啊 我觉得我已经在家来 我去找 Biru 我去找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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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开了 你找到吗 你找到一家 我要找一个 一点都不关心啊 麦先生 你这饭还热着呢 要不您吃点 麦先生 麦先生 我们来看你了 不是 你没事吧 看着 麦先生 还疼吗 你们怎么都来了 我们来换班 好让春晓他们回去休息 对了 孟苏一晚上没回宿舍 他一晚上没回来 去找了没有 找过了 学校里面我都找了 我还问了值班的门卫 说是他昨天晚上跑出去 就没再回学校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我怎么会知道 我一晚上都在医院 我不用你们照顾 你们快去找啊 麦先生 您那么紧张干什么 孟苏又不是小孩子 还能丢了不成 那他能去哪儿了 会不会是回我家了 你快回家看看去呀 好 我知道了 麦先生 好 我知道了 麦先生 小姐 孟苏没有回来 这个孟苏到哪儿去了 张妈 麦先生受伤了 你帮我煲点鸡汤 晚点我给他送过去 好的 小姐 你帮我家事 HTTP 你帮我家事 Webš 你帮我家事有点 帮你 你帮我家事 帮我家事 也许帮我家事 帮你 σας帮我家事 帮你 哪儿 帮我家事 我没想到 我家事 是 是 就是他 是 是 你坐 是 乃德 你娘 好 好 乃德 你娘 好 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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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已经下来了 你还挤我吗 我还会被你破墅 我是Nguyễn Văn Pinterest 我是Nguyễn Vănparagus 我也是ięcy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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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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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站住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抓我干什么 你抓我干什么 你放开我 放开我 站住 站住 话外 话外 特大新闻 法国驻越南总督马兰被刺 话外 话外 特大新闻 法国驻越南总督马兰被刺 萍雅女士 马兰被刺 停车 法国驻越南总督马兰被刺 快来女学生生案其中 号外号外 快来看呐 女学生生杀足够号外号外 你还先报纸 谢谢 号外号外 号外 接吻啊 把工作院的足够买了贝斯 快来 女学生生案其中 麦先生 孟苏被抓了 被谁抓了 报纸上说 孟苏参与刺杀法国总督 刺杀 刺杀总督 这怎么可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法国社团 在沙面的维多利亚酒店 设宴招待法国驻越南总督 马兰 有几个人冲进来刺杀马兰 死了好多人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孟苏就在旁边 还和凶手有过交谈 麦先生您去哪儿啊 辛苦了 我也去 现在还有一天 还没有调查清楚 谁也不能见先一番 不管你们是中国官员 还是记者 我不是官员 也不是记者 我是昆雅女士的教导主任 我现在要见我的学生 老师也不行 她是我们的妖犯 没有我们宗族的批准 谁也不许见 你们随随便便就抓我的同学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 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要你们负责 这位小姐 我们有冲促的证据 才会抓人的 请你们离开 沈孟苏参与行刺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她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的 不信您可以去我们学校问问 她连蚂蚁都不敢踩 见了蟑螂老鼠吓得半死 她能当刺客 那帝国主义反动军阀 早都灭亡了 我跟你们说过了 人不是我抓的 是法国租界巡捕防抓的 你们在这里吵什么你们啊 但是你这是省政府 政府就应该保护自己的公民 你们应该 向租界当局就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反护 实施压力 我告诉你 现在租界当局 还频频地向我们省政府 提出抗议呢 你们看一下 他们还抗议 他们抗议 你们就害怕了 就屈服了 麦先生 你教的学生 就这么没礼貌吗 我的学生讲真话真性情 我看没什么不好 如果我们这次不能保护 弱小无辜的沈孟苏 眼看着他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 蒙出洋人的冤屈 那我们中国人的罪念何在 政府的脸面何在 正义和功力何在 如果你们不能妥善地解决 那我们只能号召全市的学生 游行抗议 对 我们还要去报馆 在报纸上披露这件事情 包括你们政府 这种助纣为虐的态度 是 你们想造反啊 还能报我们下来 你以为报馆是你自己加开的 是不是我加开的又怎么样 我回头就让我爸 把报馆买下来 刚才介绍 你叫欧阳春晓 是欧阳起态的千金 算你有眼力 好啊 好啊 能把报馆买下来的 有几个人啊 老实跟你说 我和你爸爸是多年的老朋友 请你相信我 之前是没这么简单 现在我们政府也非常土地 根据租借警方的调查 那年从维多利亚逃出来的刺客 有五个人 其中有一个手里拿着手枪的 他在跳江之前和沈闷叔 谈了话 没有道理 说过话就是同伙 就是刺客了 那我现在跟您说话 我和您是同伙吗 你这孩子 你好好想一想 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一个凶手 应该是急于逃命 对不对啊 难道他会和一个 恕不相识的人 说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吗 你们说对吗 现在那般法国人啊 他们认定是我们华人 策划和行刺了他们的总统 现在频频向我们政府提出抗议 施加压力 搞得我们非常被动非常为难 我现在有一个要求 我想建一建审议署 事情发生在租借 调查也不由得我们去办 你想见人 倒是用补房去 对不起 我在学校的联谊会上见过他 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刺杀总督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了什么 我根本就听不懂 沈小姐 你想这样什么都不说 对你是非常不利的 可我知道的我全说了呀 翻队相权 释放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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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们离开 我们是深不放公共机关 你们这是非凡机会 杜查先生 你们抓了我的学生 部分青红皂白的 就是她参与了暗杀行动 沈梦苏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学生 她怎么可能参与这样的事情 她有重大嫌疑 我们正在加级身里 她很快就会承认她 那就是说她从来没有承认过 只是涉嫌 既然是嫌疑犯 她有被探视的权利 反对强权 反对强权 释放学校 反对强权 释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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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批准你们探视 但是只允许两个人进出 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希望你能拳拳你的学生 把真相射出来 春晓 你跟我上去吧 龙苏 春晓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跑到江边去了 还惹出这么大的事 龙苏 龙苏 你还好吧 你出去 好 那我在外面等你出去啊 把我跟你说的话告诉他 龙苏 你怎么这么跟麦先生说话呀 麦先生说了 这件事情 现在已经不是 关乎你个人的命运了 阻解当局利用这件事情 大做文章 玩弄阴谋 你要再不说出来 我们就没法救你了 行李 几人是软蓝活 他已经让我救受春晓 革命行动 你现在一闭上盐 就是水面上的那滩血 他一定是被打死了 苦 凯老 我 我没有对寻补房的人说 你也千万都不能说 不然一定会连累到你的 王苏 谢谢你 你放心 我们都在想办法 一定会尽快救你出去的 麦先生 您就让我们去吧 不行 我不能连累孟苏 我必须去寻补房坦白这一切 跟你说过了 我那只是句玩笑话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我必须去 站住 淳教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你去了说得清楚吗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相信你 现在租界当局想方设法的 要把刺杀事件往华人身上扣 他们在寻找机会制造阴谋 你还要找他们 你父亲是华上的领袖 你又是昆雅女士团委书记 如果你被卷进去 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那租界当局会拿你和你的父亲 甚至是我打的大作文章 那怎么办呀 总不能让孟苏 一直被关在寻补房吧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抗议 好在寻补房现在还没有证据 证明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只有继续抗议 给法国人 给国民政府施加安 你怎么办 干什么去 麦先生 我现在先回学校 以团委的名义 组织更多的学生 加入到抗议游行队伍当中去 好 麦先生 还有什么事 你还疼不疼 回学校吧 好 欧美人 日本人 可以随便进出上面 印度人 越南人 也可以随便进出 唯独我们华人 出入就要要护照 晚上九点钟以后 还不得入境两侧 这他娘的 是什么道理这是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 怎么我们中国人 成了那么后娘养的 这是对我们中国人的 气势和侮辱 全市的工友们 都非常地奋斗 好了 现在我们就要对 帝国主义强盗宣战了 为抗议租借当局 发布的这个新警律 区委决定 发动沙面的华工举行罢工 刘尔松同志和周文英同志 都已经到了沙面 要求我们提前做好 宣传和组织工作 广泛地发动群诺 太好了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拿出颜色 给帝国主义瞧瞧 沈秘卿怎么样啊 沈秘卿 沈秘卿怎么样啊 沈秘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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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告诉你们 沈秘卿在广州 她就是这次涉案的女学生 沈蒙苏 现在巡捕房还没有证据 所以不能定着的罪 那就好 真没想到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竟然能顶得住 一个看上去 那么柔弱的女子 内心却是如此的刚强 你们打算如何营救她 有什么计划 除了抗议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我感觉 罢工的声势越大 对营救她越有力 未出新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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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法无国的学生 未出新警令 世法无国的学生 未出新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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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法无国的学生 世法无国的学生 未出新警令 未出新警令 老四 我上班了啊 去去去 可以 不行不行 我都跟你说了 老板就是盼望 在纺织厂干活好 手脚勤快 才把我调到洋行来的 这工钱没少涨的 我怎么能罢他的功呢 我不是让你把你老板的功 是和帝国主义做斗争 不还是罢工吗 可帝国主义欺负我们啊 弄了个不平等条约 限制滑工 你咽得下这口气吗 是 你说的话呢 有道理 可这道理不能当饭吃 我要是真听你的话 去罢工 回头把我的老板得罪了 你给我开工钱啊 阿队 上班啊 你跟附近领事馆 还有洋行的划工 不都挺熟啊 当然熟了 这附近有法国领事馆 英国领事馆 乔科洋油公司 还有沙电洋行 这里面的搬运工啊 杂工啊 好多工作人员 跟我都特别好 他们有什么事啊 都来找我的 看来你还挺有号召力啊 啥 我是说 你能不能动员他们 一块儿划工啊 我不是说了吗 我都不去 谁还愿意去啊 不是 你们就真的不愿意去罢工吗 当然不愿意了 傻呀 这活好干 工钱又不少拿 你说 他们谁还愿意罢工啊 行了行了 你别在这儿储着了 我还有活要干呢 你赶紧走吧 已经调查清楚了 凶手叫婉仑红 还有另外几个青年呢 他们是同伙来的 都是越南人 现在被捕了 什么苏呢 那天他是偶然去了杀殿 和刺杀事件没有联系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他现在还要配合做一些解案的手续 我们已经向租界那边打个招呼了 应该很快的 那这个案子现在既然已经水落石出了 那新警律为什么不取消 是啊 整件事情从策划到实施 都是越南人的所谓 可是租界当局就是拒不取消 这确实太没功力了 现在孙中山先生已经出面讲话了 你们应该对租界当局采取行动了呀 现在租界当局的行为 我们没有一个直接限制他们的权力 所以我作为广东革命政府 支持你们的罢工 新警律如果不取消 罢工绝不会停止 走 谢谢 你不能跟我接 为什么 你的护照上没有贴相片 相片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招一张相抵我半个月的工钱了 你想饿死我呀 证件不合格不能过去 你到一边去 下一个 不不 凭什么呀 那我对就在里面工作 你说我要迟到了会扣我钱的 你让我进去吧 不能过去 站不过去 站不过去 真的 真的 你们还真敢开枪啊 我今天要上工 我回不是去杀人放火 对啊 你怎么开工呢 对啊 我们都有事 你让我们过去啊 真的 把你的手举起来 我要监察 什么 把你的手举起来 我要监察 监察完了就让你进去 行 您查 你干什么呀 你不是耍流氓的吗 我告诉你 我还不进去了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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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地库主义欺负我们啊 弄了个不平等条约 限制华工 你咽得下这口气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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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来 跟我来 跟我来说事 真的 来来来 别干活了 走走走 我会跟你们说 还有你 来来来来 有话跟你说 你干活了 快快快 我有话跟你说 快快 来 来 我跟你们说啊 我陈贵今天不干了 我要罢工 罢工 你 你 你们不觉得 帝国主义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你咽得下这口气吗 我早就受不了了 简直拿我们不当人看 在我们中国的地方上横行八道 太叫人我火了 那我们还给帝国主义 还有那些走狗们干什么火 罢工 坚决地罢 好 好 把你的缺失解锁 以后关着烟一点 别让他到处乱跑了 我看当时你们应该 好好管管自己的手下 以后再抓人的时候 眼睛看准一点 不要乱抓无辜了 我也提醒你一下 你给学生太容易冲动 以后让他们老老实实地 在学校里 怎么孩子出来啊 不知道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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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叔 你们受苦了 他们没有难为你吧 没有 你都瘦了 施玉 如梅 春晓 让你们担心了 你应该谢谢麦先生 他都受伤了 为了你的事情到处奔波 吃不下 睡不着的 我没事 还说没事呢 你那伤口一直都没有好 保护你的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把你帮助看 你需要客气 先拍付吧 发生计划 有点资讯 你应该应该拍的 我看到 我说你没必须 帮我来 我驾住 别人 的 我帮你帮我 帮我帮我帮你来 我帮我帮你帮你帮你的 我帮我帮我帮你帮我帮你帮我帮你帮我帮我帮你 quarterback 我想去散散心 散心 你散什么心啊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还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这件事太奇怪了 那天晚上麦先生的枪 莫名其妙地走火 你又莫名其妙地一个人跑出去 而且我发现你对麦先生有一种敌意 就像刚才麦先生去把你接出来 可是你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春香 我刚才不舒服 所以就没有来得及向麦先生道谢 你别说了 你们俩真没什么事 春香 春香 我累了 春香 睡一会儿 你快去忙吧 好 春香 团委要开会 讨论体制新锦绿的罢课行动 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好 孟肃 学校在组织学生罢课 生员工人的罢工行动 我先去忙了 你自己休息一会儿 走 那我们走了 好 我走了 我走了 ,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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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招呼 春宵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从我逃出尘堂开始 就一直蒙受你和欧阳伯父的照顾 无以回报 我会一辈子把你们都放在心里 进入昆雅女士学习的这段时间 我倍感压力 也始终跟不上大家的进度 再读下去也是枉然 我打算离开广州 请不要为我担心 也不要找我 有缘 自会再见 是 徐乃宣征令 阿贵宣征令 阿贵宣征令 徐乃宣征令 阿贵宣征令 阿贵宣征令 徐乃宣征令 阿贵宣征令 列宁 刚才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列宁同志说过 我们要向 世界的强盗们宣布战争 不得胜利 谁不罢休 好 陈队 你在这儿呢 这次你带了不少华工 参加八宫运动 真的很厉害 别吵 别吵 我都听不见了 看看这上面的 应 法 得日等资本家 在我们的土地上开办长逢 又扬卫 这就是帝国主义列强 博宣征令我们的铁证 共产党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说 中国现在已经实际上 沉完了他们的殖品地 中国人民现在是 盗玄于他们那聚贺无底的聚吻之间 他是那帝国主义列强那张贪心的大嘴呀 想把我们中国吃进去 想把我们中国的人民全都吃进去 我们能答应吗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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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我们 把他的牙给崩了 好 说得好 想吃我们 就把他的牙给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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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好 好 我觉得你在公里之间 还有很多事很重要 作用的压住人 不能跑到楼面 不能太想演了 知道吗 来 来 来 陈贵 陈贵 怎么 你有话要讲 好 很好 你敢站上来 就说明你很勇敢 那你就再勇敢一些 把你心里想说的 全都说出来 来 说吧 我没读过书 我不会说话 但是我想说 那个什么 那什么帝国主义 实在是太可恶了 我们尽杀面 关我们要什么护照 什么是护照 我还会扔着服呢 护照上 还非要贴什么相片 这一张相片 得还我们多少钱呀 凭什么他们指认相片 我的活人就不好使了 凭什么他们那些 鬼老鬼活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而我们呢 我们眨着中国人的脸 去尽量中国人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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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友们 刚才这位女工说的话 你们都听到了吧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桂 大家 都管我叫阿桂 公友们同志们 这位女工的名字 叫陈桂 让我们记住他 他当代讲出了 他受帝国主义剥削的 真实过程 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很脱实 很勇敢 我们大家 都要向他学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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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桂 阿桂 老苏 老苏 你听命 지 大不 以后 还是 做主条 你怎么ой 我们是 你是说欧阳春晓 是欧阳老板的女儿 那我现在 在一封洋行打工 那我的老板 不就是春晓的阿爸吗 你爸的就是他的功 其实也不是爸他的功 我们是和帝国主义做斗争 帝国主义 可他不是帝国主义 他也是中国人 欧先生说了 他是和帝国主义 穿一条裤子的 欧先生是谁啊 欧先生就是欧达明 就是在台上演讲的那个 行了 不说这些了 老天有眼 又让我们团聚了 而且你还进了困牙女士 以后你就好好上学 我就好好工作 咱们就在广州扎下根了 我要去香港 我不能再在广州待下去了 你跟我一起去吧 为什么呀 虽然春晓他们一家人 对我很好 但毕竟是寄人篱下 那你不是在上学吗 我不想上学了 你以前想上学都想疯了 现在怎么有学上了 你反而不去了呢 阿贵你就别问了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 你要是现在不跟我说为什么 我就不跟你走 你呀 那个酱脾气又上来了 你想想看 咱们从慧平逃到这儿 这一路上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呀 命都搭进去好几次了 好不容易到了广州 安顿下来 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再说了 这广州有多好啊 有集团婚礼 有大新公司 而且这沙面岛上 还有网球场和露天音乐台 还有这么多人 跟咱们一起集会游行 我不想留在广州 反正我是不走 你也不许走 你要是真不想上那个学 咱们就不上了 等罢工结束以后 我就让工会给你找份工作 阿贵 谷大生 到处找你呢 让你去一趟罢工委员会 行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去 快点啊 反正你也没事 你和我一块儿回去吧 我介绍几个工友 跟你认识 回头找工作的时候 也许能派上用场 我必须要离开这儿 行了 先去看看再说吧 走吧 阿贵来了 看看 阿贵 阿贵 阿贵来了 阿贵 吴大哥 你找我 对啊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表妹沈梦苏 是奎牙女士的学生 沈梦苏 怎么 你们认识啊 不认识 我只是没想到你表妹 就是被寻补房 抓走的女学生 那你之前怎么不跟我说啊 你也没问我 谷大哥 你好 你好 对了 陈贵 我们知道正确人手 你找这个工人去贴一下标语 我现在也要出去 找这个会写字的工人 继续写标语 不用 谷大哥 这就有个现成的 孟苏写的一首好字 是吗 你开写 来 站着了 来 火车站 码头 能找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 孟苏